假记黑科技 裤道没边际 本节目由肯德基品牌独家冠名播出 AI智能拍照 人像科技大招 感谢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15 零和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既转右省 立项生活的唐小森APP 首席特约赞助播出 Previously on Clashbox 接下来你们就要进行 一场EV1的对决赛 胜者不但机器属于你 他也属于你 我们恭喜李晨和圣一轮阵营 拿到了宝贵的八强席位 在这三支队伍当中 你只能选择一支 让他顺利地晋级 恭喜黑狼战队 剩下的这两支队伍 就要进行EV1的决赛 世界大飞了 我的天 我觉得走到这里 就不遗憾 接下来有请魔王登场 想拿到会章 就必须打赢我们 好 我们应战 撕裂手不踪了 目的奇妙 自己就死机了 确实他的运气指数很高 所以下一轮 会进行一个 二对二的大乱斗 我选择黑狼 和黄金暴击 魔王战队的信心 有点过分的膨胀 比赛非常的精彩 但是 晋级的名额 只有一个 我觉得听他们两个的决定 选择权交到 你们自己的手中 所以 先生 你们已经写了 吗 杀鸡黑科技 酷到没编辑 本节没有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还去一桶 杂鸡的肯德基 独家冠名播出 5月18日起 全新口味油泡辣子 脆皮机 正式加入 吃过瘾 杂鸡同军团 AI智能拍照 人像科技大招 感谢全新拍照手机 OPPO25 零和赞助播出 本节没有台上 火力四射硬碰硬 台下记转 又省立项生活的 唐晓三APP 首席特约赞助播出 都市至先锋 标配新基准 感谢东风月达 企业新一代 智跑对本节目的 大力支持 定制节目专属 VIP会员卡 每张最多能投30票 快来复活你喜欢的 机器人参加决赛 加入机器人 争霸泡泡泡圈 为你喜爱的嘉宾 选手打绑加油 泡泡社区 泡剧泡圈 泡爱豆 智能电视下载 奇谷国TV软件 大屏看机器人格斗赛 快来下载 专美儿童定制的 安全视频APP 爱奇艺奇巴布 爱奇艺儿童 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随时随地 发现新鲜事 上新的微博 搜索机器人争霸话题 参与机器人争霸 互动活动 赢取精美礼品 attention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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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1 2 2 3 3 2 3 3 4 5 5 5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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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7 7 7 5 6 6 7 5 6 6 7 8 9 8 9 9 9 6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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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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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山真面目好不好 来 小光线 树转机器 这边的魔王拿出了一台全新的机架 火线 火线是一台拥有滚筒武器和抓举武器的机器人 机身材质为艾美钢 行驶速度为25公里每小时 滚筒转速为4000转每分钟 机身两次的抓举力 模仿人类双臂 它应该破坏力很强 我觉得你们四位当中 有哪一位愿意和我进行PK的 它是一个机会 但机会是相对比较难的 小光线 我 李晨山先站出来 我也可以的 Baby也站出来了愿意迎战 Baby 1轮 说不定我就能赢 我没有 所以我很想出来 但我没有 没有可以借 你可以选 你可以选 我可以跟他们借 对吧 是的 来猜一猜我会选择谁 我觉得他可能会挑我吧 有本事就来单挑啊 气质上不能说 所以我选择小心 借 林更新你是九亿少女的梦 我不想打碎他们的梦 所以我只能打碎你的机器人 你想想想用谁都可以 好 小声 你最终好 小声 帮助达 帮助达 我们想 minds 我建papap ville Deutsch 危陪地集体 camar Knobo 首先 我选择 leben 两天大 第一次玩这个 这我没我 找不了之前吗 偏哪啊 小夕你以前有赢过吗 咱俩差不多吧 魔王挑战赛的第三场比赛 我们的魔王杜江选择了自己 金字操刀 对战林更新 龙林 准备Dragonscale Ready 火星 准备Furycraft 魔王的小伙伴们主动告诉我 尽快接近他 不要等他全速地赚起来 但是我也知道好像他从静态到全速赚起来 可能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压力会有点大 比赛准备 5 4 3 2 1 魔王踢管赛 这一下的话 我们的魔王亲自上阵 拿出了一台全新的机甲 火线 是的 而且林文兴这边也是向Andra Baby 借来了龙林来与火线一决高下 一上来的话 龙林这边现在尝试让自己达到一个最高转速 对 往前 往前 转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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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比赛火线必须想办法把龙林的武器逼挺 我们看一下武器的正面较量 哎 第一下 立刻一个火热的碰撞 火线非常松明地用自己的机身相对结实的地方 去冲撞龙林 而不是用自己的武器引钢 虽然说身上多了几条伤口 但是这些伤口并不影响机型的战斗力 反而让龙林冻起兵线慢了很多 我好像全坏了 我已经好像全坏了 你必须做 他已经返回了 5 4 对 对 对 3 2 1 KO K.O K.O 那我们恭喜火线作为魔王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谢谢 谢谢 我的天 赢我很开心啊 但我我其实真的没想到会赢 第一次操作还是很激动 因为没玩够 比赛结束有点快 果然零更新生坑 哈哈哈哈 天哪 最近我一为一正常败啊 可能今天可能就不太理想的就是 可能在空中的时候可能打到什么地方就失明了 我完全是人宰割的 林更新很可惜你和火线失之交臂了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期待和小新的这场比试的吧 因为听说小新从来没赢过 所以选了他 哈哈哈哈 这个原因 因为我是我们这里面最其实最菜鸟的 那今天大家比赛很精彩非常刺激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嫁回来 我希望四位军团长享受每一场的比赛 带领他们身边的队员 获得好的成绩 让机器人比赛越来越好 技术越来越成熟 各位选手团长们 你们可能觉得今天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想给大家一个小惊喜 在我手上还有一枚晋级的勋章 而这枚属于接下来没有参加过战斗的所有的队员们 但是前提是你们要加入战斗 参加最后的五队机器人混战 这也许是今天最激烈的一场比赛了 简直像灾难 永远把比较一个和谐的气氛在最后一刻打破 我觉得当时所有人都懵了 肯定不简单 我个人在机器人格斗史上最多看到过四季 我没想到我看到的第一场五级混战居然是有自己参与的单位 经过魔王挑战赛 头脑风暴和黑狼已优先锁定六强席位 接下来在魔王挑战赛中 未出战的五支战队 火蜥蜴 毒牙 追魂刃 牛魔王 大宝剑将进行一场五级混战 唯一胜程将直接组定第三个六强席位 肯定机器人把首场五级混战即将开打 五级混战在机器人格斗史上极为罕见 那么如果说三级混战还有彼此的牵制制衡的话 那舞台机器一起上必然会产生三打二甚至四打一这样的联盟 没错 而且在这样的比赛当中 如果你是孤军混战 那一定非常的危险 是的 实力与策略并存的比赛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五级混战吧 哎 你们不会上来四台机器都冲下火机吧 咱呢 陈哥 咱大度一点 往好都行 自个人同时打一个人是一种认可 这是一种证明他自己的体现 我想要的机会还没有呢 我跟我的队友已经说了 我说不要打 活着就行 因为非常明显的是我们队只有一个机器人 其他人都是一个战队 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概念 就是所有的人会打火西 我们在赛前基本没有犹豫 因为我们知道火西的武器一旦达到最高转 没有什么能挡得住它 所以说我们的意思就是 底下要肯先把火西出局 其实我们三个国内的刚开始有个小结盟吗 先结盟把强的队友打掉以后 我们互相弱的队伍再来一场施杀 这个你才有机会胜出 我们看到5G混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最终谁能取胜我们也不知道 那只能把答案留在观看比赛当中寻找了 大宝剑准备 大宝剑准备 火西翼准备 毒牙准备 追魂刃准备 牛魔王准备 比赛准备 准备 5 4 3 2 1 5 5 3 2 2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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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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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9 这样是开军出不来了 应该会拽线被KO 应该是要开始独秒了 场上还剩下四台机器 我当时脑子里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完了 5 4 3 2 1 KO KO 好 火星成为了我们武器公团 第一个被淘汰的机体 一直被人围攻 最终也是暗想晚年了 而且要看到这回人的武器已经停转 绝用不了 感觉现在很危险 对于这回人 毒牙再次退到场地边上 寻找机会 毒牙天天再次攻击 是啊 这毒牙说好的联盟呢 大家刚才刚一起吧 国心逃胎 友宜的小团 说 Egyptians 说出来 这个时候牛亡被土牙推起来了 漂亮 慷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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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ro amiento 我们看一下图牙的树转 在吹在牛王 牛王翻了过来 卡在了场地的边上 而且我们可以看 牛王王的地图装甲 已经明显被 图传所拒出的一道痕迹 但是老牛这招翻身 还是非常不错的 咱俩最后的一分钟左右 场地这个四人明显 已经杀红眼了 现在四个人是不管面前 只要有对手就干 这一招强点 就变得非常的关键 乌鸦以及牛王 刚才杠了一下 马上又松开 乌鸦这边再一次走位之后 往前硬怼了一下大宝剑 牛王再想过去试一下 弹射启动 但是大宝剑因为自己 非常有韧性的轮胎 导致前面的祭司攻击 都不能遭人的影响 大宝剑真的不好打 大宝剑好像恶力鸡群 你看他这个体型 首先就感觉 大宝剑在舞台中央 一直被各路门派 不停地围攻 现在已经无所谓联盟不联盟了 因为多多时间 你很难把其他人取得KO 哇 这样看来 目前是不会有KO的情况出现了 比赛时间到 时间到 时间到 我们除了有一台机体 被KO立场之外 剩下的四台 都要等待裁判最初的判决了 漂亮漂亮漂亮 你看到你吗 哇 这有点疯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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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后 大宝剑直接对宝王动起了手 火西亦在寻找机会 采取了绕后的策略 从牛王王的后面进行攻击 牛王王成为最先被夹击的目标 观望中的追魂刃 抓住了火西亦的一个走位失误 对火西亦进行了一次完美的攻击 这时候 毒牙紧接上前 夹击火西 在追魂刃和火西亦 正面的碰撞过后 毒牙一次完美的侧击 直接把火西亦送上螺旋钻 KO了火西亦 火西亦被KO后 牛王王在跟毒牙的正面攻击时 没有启动弹射武器 想拉拢毒牙一起攻击大宝剑 毒牙却一直在找牛魔王的麻烦 挑起并击翻了牛魔王 获得了新一轮的进攻点数 而大宝剑在比赛中选择全场游走抢分 展现出了强大的抗击打能力 被连续攻击后 扰法无尊 机体优势依然明显 最终比赛进入到了裁判打分阶段 我觉得我们先把掌声 送给刚才所有的舞队选手 为我们呈现了一场 非常精彩的五级混战 我看的好像是三打一 你像小学生那个高老师似的 能不能行 打吧 没事 再代表了我们队的实力比较强 没事 是一种荣誉 刚才已经劝过我了 我知道 我觉得前面还挺明显的 是有拉帮结果的 这个 但后面也都是 也都是大家都用的 开始 各自又开始打起来了 好 好 现在裁判已经有结果了 今天肯德基基前争霸 获得六强席位的事 对于火西医来说 我们是很完美的一招 把它打出了场外 所以说觉得胜券在握吧 获得六强席位的是 毒牙 恭喜毒牙卡姿飞 带上我这一枚军章 恭喜你 在激烈的比赛中获得胜利 希望你把这种精神 carry到最后 我们尊重他们的决定 我们不必须明白 这就是我们必须说 我认为这就是 人们必须明白 它不是 它是不错的 有个人可以打开 另一个人可以打开 你需要一个人可以打开 但是也可以打开 确实 我们要打开他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要穿过战斗舱 到达战斗舱另一侧的六把椅子上 先暂时地取得三个席位 为什么要暂时呢 我们都已经这么披荆斩棘 血雨腥风地争取了这三个666 因为八个战队 六个名额 那他们不是一直永久地焊在这个椅子上吗 不是啊 马上就要接受挑战呀 三位队长请走到战斗舱的另一座 接受我们新的挑战 现在我们剩余的组织战队 你们将从他们三支战队中挑出一支 进行挑战 经过魔王挑战赛 头脑风暴 黑狼毒牙 已经分别锁定六强席位 但他们将迎来在 带定区五支战队的抢位赛挑战 带定区五支战队 可以任意选择一支 以锁定六强席位的战队 进行挑战 根据比赛结果 进行位置替换 胜者直接晋级六支 败者进入带定 以锁定六强席位的三支战队 若无人挑战 将直接晋级六强 第一个头脑风暴 Brainstorm 谁想跟他们 打一趟 还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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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instorm 没有 头脑风暴 你有一个反选 你可以再从他们当中去选择 我觉得你好好想 我会选择 终于混任 我觉得他们运气成为比较大 我们继续相对是比较克很壮 胜率会高一点 比赛走的时候不可能 一致性太大了吗 就是事物都是相生相克的 我们跟树战的相克比大约是六四开 我们会比他造成四重的伤害 我们刚才以下 他们会还 我们不会还 好 我们现在进行第二组 一位一战队的挑选 那个心愿是谁 是这种 我会冒约的 我会冒约的 你能不能устir 我会冒约的 我会冒约的 拿出 one of those two robots is gonna go back in pieces those these two robots are so vicious so i'd rather it be later rather than now if i don't have to meet him then i'll prefer not to because it is a very powerful machine and a very destructive no okay dark wolf 黑狼自动晋级六枪 i feel surprised but at the same time i was very confident because i know doesn't matter who chose us we are going to fight and do 我们最后一位 毒牙 the first thing i want to do toxic fangs i think it's time for us two robots to meet up one on one fair fight find out who has the better robot once and for all oh we had a rumble fight the last the last filming and toxic fang go the win and one of the ways we can do that is by fighting and beating toxic fang what can you show and pull you outman to meet you i want to see oh we've had one fight already and beat them so i just felt that we could do it again 那我就 那我就 我就选大宝剑excaribur吧 那 毒小胖选了大宝剑 这个很出乎我意料 我挺不理解 我觉得 可能毒牙会选人的梦 打大宝剑应该会比较把握 然后 打大宝剑应该对整体的车子的损伤 会比较小一点 而且我们一开始就有做 防止 中锤类的机器人的一个 魔改方案 目前 六强抢位赛对战分足 已经产生 第一场 头脑风暴 对战追魂刃 第二场 毒牙 对战大宝剑 以无人挑战黑狼 恭喜黑狼战队 首位成功晋级六强 肯德基机器人正骂六强抢位赛的第一场比赛 将由追魂刃挑战头脑风暴 获胜的一方 这次将真正坐稳六强的宝座 究竟是追魂刃更追命 还是头脑风暴更幸运呢 让我们期待这场照亮 我觉得头脑风暴有神力 还可以让对方的机器瞬间坏掉 好像谁碰到他都会不动 首先头脑风暴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 他们是最弱的 然后却一直在这边徘徊 如果这局再赢的话 拿冠军应该也没有问题 我觉得头脑风暴 赢得从今还比较大 参与关闭 参与关闭 Arena door close 红方准备 Red team ready 蓝方准备 Blue team ready 注意 注意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三 本头准备前争霸 比赛已经开始 我们进入到六场正来的第一场比赛 不 这一下撞得不轻啊 直接把头脑风暴的零件都卸下来了 这一下撞完武器停转移动也出现了问题 好像原地有点卡壳了 坏了 完了完了完了 来自追魂刃精彩的开场手工难道要取得一击的KO了吗 就主要是移动能力 从规则来讲如果不能进行一个直线行走 就会被判定为实际行动能力 再多秒了再多秒了 我觉得应该KO出场了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击 击 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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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超级满意 你给我拿一个冠军吧 天哪 我竟然讲究这头话 才不得了了 既然是败者胜者 已经决出 败者必须将自己的徽章 亲手摘将下来 给胜者带来 让他们砸实这份荣誉 做定那个六强的宝座 去吧 相信你还会回来 没事的 没事的 没说淘汰的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啊 加油 在六强等你那里面 好 加油 我们还是攻击军魂润啊 在这场比赛里面 他是选择了正确的对手 并且以出色的表现 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成功获得了我们第二个 进棋六强的席位 这个时候在场上的毒牙 他假装自己已经是六行选手 上军欢迎了一波 作为转称赢的好兄弟 欢迎一波 我要留住他 赢得机机前就骂六强抢位赛的第二场比赛 将由大宝剑挑战毒牙 这场比赛应该是胜负非常难预测 毒牙灵活 大宝剑防御力强 机体高 大宝剑和毒牙两个人就 谁也打不到谁 其实 今天你看好像大宝剑这边 是哥哥在操作吧 这应该是秘密武器啊 我觉得 我的名字是Kalias 我已经做工具了十年 是的 其实是的 大概有五百战争 但可能有很多 现在我现在来 我们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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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场比赛的结果 究竟如何呢 谁会最终锁定这一个六强的席位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怎么沾了好多东西 保护护甲 减震用 就是这门防锤子的 防锤子达到电机 然后敲的时候 可以保护一下我们的电机 不受损伤 这是我们房子 大宝剑用这样子的 重锤略的机器人的一个 魔改方案 大宝剑对我们机器基本 造成不了什么伤害 然后我们的武器 又可以攻击得到大宝剑 肯定可以答应它 show the judges that we're we're the ones bringing the fight to them we would definitely do that 毒牙准备 大宝剑准备 大宝剑准备 唐是大宝剑的武器 没能命中毒牙 确实在速度上 毒牙还是领先很多很多的 大宝剑现在好像找不到太后的机会 去得点 因为目前好像没有一次有效的对毒牙的进攻 静下 没有什么都没有 撞它 撞它 再一次撞击到了高分子的轮胎上 确实几次进攻能够得点 但是很难造成实际的伤害 漂亮 这个时候大宝剑不停地想找机会 但就是拿不到好气啊 毒牙目前凭借自己的速度 占据上风 现在无人剑也赶紧跟上 但因为大宝剑身形巨大 无人剑要格外地小心 无人剑最继了 失控 试试 试试 大宝剑的机会来了 一个飘移过来 你速度快 但是你的兄弟速度可快不起来了 好准 火焰巨锤 人要贯都被打出来了 这一下无人剑应该是彻底报废了 那是个好刀 再一次 这一次托马斯拳拳之后 我们看到毒牙上方电机的保护盖 也直接被击中 我觉得大宝剑打到这几下的杀伤力实在是太足了 对 比赛还有最后的40秒钟 而且我跟你说 毒牙现在这个时候不太敢和大宝剑都正面的较量了 因为没有了保护装置 快躲一下躲一下躲一下 他外路的主电机一旦再被打到 很有可能面临的是电机彻底报废 毒牙也发现这一点最后的20秒之内 不停在利用自己的速度逃算 大宝剑好像有点着急 大宝剑刚才自己撞到了我们场地边上的螺旋段 都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 比赛结束 最终这场比赛的结果 又一次的要交给我们的台盘 比赛一开始 毒牙就采取了绕色的战术 避免站在大宝剑的攻击范围之内 毒牙在面对大宝剑时是处于劣势的 因为毒牙的武器攻击范围有限 无法直击大宝剑较高的机身 只能攻击其轮胎 然而大宝剑的轮胎材料又比较特殊 是具有高弹性和韧性的超高密度巨息 毒牙的攻击对其轮胎很难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所以说毒牙想要通过进攻 开获得进攻点数得分来赢得比赛的胜利 而大宝剑的战术因为机身相对安全 所以一直很有侵略性 用自己的武器来攻击对方的顶部 因为毒牙的顶部装甲比较薄弱 而且武器电机没有被具有实质性防护钢板所保护 大宝剑想通过攻击武器电机让其武器失效 但是毒牙也深知保护武器电机的重要性 所以把自己的武器电机上加装了一层胶质的保护材料 在经过几次攻击后 大宝剑把毒牙的保护材料打掉了 但是毒牙的武器电机并没有失效 经过几次的来回双方各有损伤 那最终的获胜者是谁 我们只能在裁判给到最后的判决 因为这场比赛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耐心地等待一下最终比赛的结果 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两边我都希望他们可以竞技 并且我已经预计到结果就是看裁判怎么去判决 我们就是已经不断不断地至少有攻击了他 七八四十次了 而且就把他打了群坛跳来跳去跑来跑去 所以说觉得胜券在握吧 我认为我们能够赢得到最后的判决 我们都在转移到最后的地方 他好像转转了 他好像在转转了 他好像在转转了 我认为他会赢吧 我觉得大宝剑的就是他很多攻击是无效的 我认为Escalibur做了 在我认为他在转转了 他把鸟撕掉了 他把鸟撕掉了一些东西 把鸟撕掉了 把鸟撕掉了 他把鸟撕掉了 但他把鸟撕掉了 对 我认为一个团队的射程 我认为一个团队的射程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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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謝謝 我知道這太難了 我真的非常抱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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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判决展展示 我们都在转移到所有地方 能不能相信吗 我还有一个牌子 它说666 我真的非常吵 我们并不认为我们能够得到这么快 我们非常感兴趣 是6强的队伍 来吧 恭喜他们 三个位置上坐下 但是在没有厮杀和击打之前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凭 历次比赛的得分 获胜 加两分 失败减一分 这样的一个原则 得出了下面的 分数的排列顺序 第一名 头脑风暴 Grainstorm 九分 根据之前打的比赛嘛 不管是运气成分 还是说实力成分 我们是联赢了五场 应该是除了黑狼之外 我们是第二个 能够联赢这么多场的吧 OK No.2 黄金暴击 AO Thamper 7分 7分 第三名 火蜥蜴 白岁牛 4分 第四名牛魔王 Bold Devil 3分 第五名毒牙 两分 啊 胖哥怎么这么点分啊 不能胖 毒牙 我印象里 挺重要的一个战队 嗯 那没想到吧 才两分 有想到我们可能会是最后一名 因为我们输的场次比较多 但他们在我心目中永远是积分最高的一个队 那我们的前三名就是头脑风暴黄金暴击和火蜥蜴 现在可以穿过战斗舱 坐上剩余的三个宝座上 接着到现在 带定区五支战队比赛积分围 头脑风暴九分 黄金暴击七分 火蜥蜴四分 牛魔王三分 毒牙两分 几分排名前三的战队头脑风暴 黄金暴击 火蜥蜴 将优先锁定六强席位的最后三席 排名靠后的牛魔王 毒牙战队 将挑选头脑风暴 黄金暴击 火蜥蜴中的任意一支战队 进行枪位挑战 胜者直接晋级六强 败者直接淘汰 若积分排名前三战队 无人挑战 将直接晋级六强 来 牛魔王 你现在 你现在要慎重地从 头脑风暴 黄金暴击和火蜥蜴 三支队伍中 选择出一支决定你的命令 我选择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再次当选 黄金暴击 黄金暴击和头脑风暴 相当劣势 速度为每小时7.2公里 其武器重29公斤 抢位者牛魔王是一台纯手工打造的弹射机器人 机身材质为Q254钢板 侧板材质为Q245钢板和猛合金板 由耐磨钢打造的前产非常的贴地 武器弹射力度高达6度 继续能量 只为强力的爆发 盘射 离开地苗 给对手温柔的组结 吃过瘾炸鸡头 我爱炸鸡 越来越爱 欧炮二十五 没爱只能拍照 人像科技大招 击转路上 你想生活 唐小僧 无需过多招式 相反对手 不留余地 满手来自大地的力量 我是牛魔王 狗家宝 我觉得从实战的经验上来讲 牛魔王会赢 胜负真的不好吃 希望他们赢 一路走过来之后 很多幸运降临在我们身上 很多机缘巧合 你们是一个充满奇迹的一个战队 加油吧 加油吧 加油 参门关门关闭 牛魔王 准备 好的比赛开始 那么接下来将会争夺下一个进入六强的名额 我们来看一下牛魔王一上来的选择 两人前面对撞了一下 但是 第一下的弹射啊 是没有能够找好角度 弹射板发力 哦 直接把头弹射在空中连转三圈 不是 这弹射太厉害了 今天 头弹封暴先要拉开距离啊 在第一次撞击之后 他的横转武器已经是没有起转的迹象了 但牛魔王这边好像想要乘胜追击 继续靠近又一下弹射 连续两次的弹射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啊 其实这个时候 头弹封暴应该先拉开距离 哇 头弹封暴现在已经非常非常难打了 怎么能策划有效的反攻 哎 等一下 哎 这一步好像四头消失 但是一个利索的翻身 再一次利用弹射武器把自己送回到正面桥上 弹射机器人确实这点比较好 再一次做住 看下牛魔王还在找角度 弹射 找角度 再接连两三次弹射 牛魔王的进攻是愈打愈裂 这一次想送头弹封暴上压力锤 再一个弹射 头弹封暴被顶到了角落上 这边想利用这边的冲击锤 去对头弹封暴造成伤害 哦 下来了 还好还好 压力锤的边缘比较平滑 但头弹封暴这个位置不太妙啊 哎 这个角度大事不妙 你们带蓄力弹射武器 蓄势待发直接上墙 这一下暴击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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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场比赛牛魔王打得太漂亮了 是完美的压制了横转机器人 在这个位置上 哎 哎 哎 还有机会 这场比赛 等一下 抖一下 抖一下 还不好说 有没有转机 哎 哎 下来 下来 但是后轮已经别了 已经变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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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在独秒了 留给头脑封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2 1 KO 我们恭喜牛魔王 确实作为弹射机器人对场地的利用非常出色 而且不得不说的是牛魔王的操控者 他的操作水平非常的高 没错 头脑风暴属于横向旋转 牛魔王的减震护甲是专为克制横向旋转而设计的 所以牛魔王的战术是主动侵略正面刚上去 先将对方的武器逼停 随后立刻进行弹射攻击 而头脑风暴的武器缺点在于起转速度慢 需要前击避开牛魔王的正面 在牛魔王的几次正面冲撞之后 然后进行了数次成功的弹射 经过几个回合之后 头脑风暴最终被牛魔王弹射到了陷阱上 被陷阱卡住 牛魔王最终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真的太遗憾了 就完全就是想过很多次自己离开吧 只有这一次验证 所以有准备 但是真正到来的时候 还是非常难受的 恭喜牛魔王齐开得胜 以孩子之力告诉我们 他拿到了那个宝座 恭喜 他们两个都是我战队的人 那我脑风暴可能更不容易 如果在机器人健康的情况下 似乎可以打得很好一点 嗯 我的操作是不错的 发挥得挺稳定的 是超出我这台预期 我觉得你们是特别棒 就像赛前我说的 你们参加了多少次这种血与火的洗礼 看到好多次小新在你们排兵布阵的时候 你们都勇于冲到最前面 甚至好几次牺牲掉自己 为了你们整体的一个部署 为了军团长的整体的一个战略 数次的闯在最前面 头脑风暴拍到 一定只有什么神秘的东方力量 在保佑着头脑风暴 恭喜头脑风暴 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这边正面的护甲直接被卸了下来 恭喜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两连胜 这都行 获胜者为头脑风暴 冲冲 这个好几个装靠了 撕裂手不动了 神秘的东方力量又出现了 恭喜头脑风暴 我们确实是大学生经验不够 我们从参加这个节目开始 是个小白 一路披荆斩棘吧走到现在 我们拼命我们拿到五五连胜 真的这个我自己都惊叹 我做到了 我证明了自己 其实很久之前吧 就想过在十六强之后 走的那一幕嘛 然后结果虽然很重要 但是过程重要嘛 想过淘汰的时候 我跟我的队友说过 淘汰的时候是 一滴泪都不能掉的 就是要笑着离开这个赛场 挺难过的 这两个小朋友 从去年八月份就开始准备这个东西 准备了半年多 作为一个选手来说 他来这儿是完成他一个 继承的一个格同梦的希望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我们头脑风暴战队 最后再离开 给大家留下一个最灿烂的微笑 好吧 一个东西啊 一套工具 一套工具 对 以后就算咱不玩几行的 修个自动车什么也有用 对吧 好 没问题 谢谢 最艰难的时刻 到来了 我们要告别了 默默地要望着你们离去的身影 带着你们的机器人离开肯德基 机器人争霸的赛场 谢谢你们 再见 其实我还挺喜欢 听到风暴的 这真话 尽管也不是实力最强的 但你们的性格 可爱 憨厚 其他的剧能量也是 对你们期望还挺高的 我觉得总会带来一些奇迹 你们未来 在机器人格斗这条道路上 继续加油 乐观一点 小星哥虽然我们离开了 但是你永远是我们的团长 从参加这个节目到现在 我真的感觉收获满满 不想走 虽然说现在直破于八强 但是我们觉得已经建议足够了 旻切成络制作品 我们已经建议足够了 我们也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们两支队伍又怎么了呢 硬碰硬正面刚 对不对 四大 没有 发生比较猛烈的对抗 揭开今天的一个新的旅程 Let's go 又要拆塔了 不会吧 支支塔 对 哈喽 欢迎来到肯德基机器人争骂 给我给你们布置的新的挑战的现场 满意不满意 看来今天也是一个不小的阵仗 我们要进行一场 限时五分钟的2v2攻塔竞速赛 在五分钟之内 谁先把对方的打的是塔毁灯灭 谁就赢 竞速赛 就是三军中联盟 是在把对方的塔拆了呗 每一个阵营必须有一个军团长 亲自出战 看到两个塔的时候 基本上能猜到了 双方攻塔 这个就不单纯的是一个 看攻塔计时上的一个比赛 但如果他的机器人挡在塔下 那也只能 那肯定要扫除档案 不知道到底是打机器人还是打塔 竞速攻塔赛的结果将会影响你们 是否觉得 决赛的资格 紧张点 紧张到觉得肚子做错 我觉得 对我们的机器人来说 不是一个特别有利的 作战方式 毒牙农民准备 黑狼战俘 准备 比赛准备 注意 注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针对刚才那场充满了离奇的比赛 2v2 5分钟限时 公卡竞速赛的盛方维 特别憋血 太坑了 我可以这样 顿内对不起我把你害了 到底谁可以成为非常的对手 欢迎来到格斗机器人的新世界 4月5日晚8点起 卡德基机器人蒸发开通投票通道 快来为你喜爱的格斗机器人投票吧 在你的支持下 淘汰的格斗机器人将有机会获得复活带的资格 如果突围成功 更将绿火重生 冲击年度中决赛赛产 接着到5月16日中午12点 第一个复活机器人已经产生 让我们恭喜原子弹成功复活 方法一 登陆爱奇艺 搜索机器人追报投票 可快速进入官方投票部导 为你喜爱的机器人投票 爱奇艺登陆用户 每月2票 爱奇艺VIP用户 每月10票 来爱奇艺早晚签到机器人泡泡圈 每月加2票 在电视APP 迎合奇艺火 迎合扫码投票 方法二 炸气黑客气 裤到门边际 打开肯德基超级APP 999KG 兑换两票 每天不限兑换次数 为你爱的机器人 尽情大抠 方法三 加入唐小子APP 进入活动专题 完成任务 获得能量值 几个位喜爱的战队 注入能量 赢得复活特权 要战 方能力于不败之地 硬胖硬 正面刚 这我没我 小夕你以前有赢过吗 咱俩差不多吧 我也是今天第一次玩这个 走不了实现吗 偏哪啊 我说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不能走了 靠近 不能动了是吗 下一场 召集人将分别和自己的队员合作表演 其实压力真的蛮大的 跳不好的话就是拖后腿了 这个是好危险 以前压力也挺大 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队长真的很认真 他的反差是太大了 完全不输职业舞者 他真的跳得很厉害 一百分 本轮将要离开的是 这个投票方式太惨了 每一票都在一根真理 就扎在他们身上 更多机器人独家揭秘猛料 请在爱奇娱乐每周四晚八点半上线的机器人有更番 每个人之间有 B吧 B是口红 A A是车油 I don't know B是B 爱奇艺 月祥品质 B是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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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